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预料将在下个月到中国 展开首个官室访问 引起各界关注 根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这是林冠英自去年出任财长以来 第一次到中国展开访问 而熊猫债券 预料将会是其中一项讨论的课题 不过林冠英今天出席活动时 针对访华行程只字不谈 网络媒体当今大马 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将在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到中国展开官室访问 根据媒体引述消息报道 林冠英将在新一次国会下议院 开会期间访问中国 而熊猫债券将是财长访华行程 讨论的其中一项课题 中国驻马大使白天 今年2月曾经表态 中国建设银行建议为我国 发行熊猫债券 协助马来西亚疏解财务压力 不过林冠英曾经提到 西门政府还没有决定 是否要接受熊猫债券 来临的访华行程 政府是否会有最终决定 各界持续关注 只不过林冠英今天出席活动时 并不愿意向媒体证实 是否将访问中国 林冠英是为2019年第17届亚洲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学工程展览会 主持开幕后遭到媒体追问 访华行程的详情 不过财政以一贯作风回避媒体的提问 另一方面 林冠英在致辞时也指出 我国有望成为净石油出产国 他透露 如果由沙地亚美联合投资的 罗佛炼油与石油化工综合计划的炼油厂 预计将在第四季度投入生产 预料每天将能提炼30万桶石油 林冠英相信这项投资合作将汇聚双方的资源 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 两大企业的合作预料将为两国带来利益 NTV7 刘湘玲 财宝报导